我忏悔 当然我忏悔我还会 我还会沾沾谱 现在有没有原谅我 有没有原谅我 我已经忏悔了 从那个时候知道到现在 至少一个月了 听说他有一点原谅我了 那我心情好像就 我跟你讲 后面有人在恨你 你心情不会好的 那现在好像就感觉到 那个恨不见了 因为佛法的力量 对不对 佛法的力量 可以让他觉得很欢喜 很快乐 他自然虽然以前恨你 我还有一事 放火烧死自己的太太 不是我亲自放的 只是别人要来救火的时候 我既然说不要救 因为那位太太 为了吃醋 把我的小三活活杀死 让我很苦 所以那批人就放火 把他烧死 烧死的时候 我居然在那边 没关系 没关系 后来我 等我比较老了 忏悔 我知道我错了 我就把它供养 做一个牌位 立为一个很重要的名字 这样 我的好处 所以我为什么要读 各位读地藏经 读地藏经的人 有宿命自通 我没有神通 就是我有这个福报 我可以知道很多 我跟我爸爸 我跟我妈妈 我跟我哥哥 我跟我儿子 什么关系 我前世在哪里 我都大概知道 有时候我做梦会知道 有时候我直觉知道 但是 就是 我就有这个 我这个知道的好处 所以我就很相信英国 我不敢得罪人 也不敢稍微去做一点坏事 别人伤害我 因为我在台湾有一位 有一位法师 后来还属 然后一直想办法再伤害我 组了一个很大的团体 再伤害我 我就觉得 奇怪我又没得罪他 很多信徒就很不满 后来我 我这个人 我就问一个老和尚 我知道这个人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他 但是 真的很痛苦 因为我在做好事 他在障碍 我明明在做好事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本来要做国王的 你把人家干掉了 换你做 所以 你们两个以前就是学佛了 所以 这个跑掉的人 他去出家了 因为他为了怕被你杀 他跑去出家了 他说我做 我做 后来我死了 他才回来 那现在呢 他又来了 他就针对你 要你死 要破坏你 我知道以后 整个心态180度改变 各位这个很重要 你信英国以后 你就不会恨对方 原来是我虐待他 你不信英国 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我对他这么好 我又没伤害他 他干嘛伤害我 后来我知道 还有本来人家要做国王的 我把他排斥掉 所以要我来做 那当然对方会恨我恨的要死 怪不得他现在 宁可让两个出家 然后他还俗来干我 这样 来找我麻烦 那我天天跟他写牌位 还不够 天天用他的名字 就一直帮他修功德 然后我 各位要学我 来 跪着跟他拜 你晚上在房间 你要跪着跟他拜 跪着跟他拜 就像我替我妈妈超度 他的冤心寨主 我都写了牌位 你说我 我就跪着跟他磕头 不过来 这个很虔诚 佛力加持 可以感动对方 这个冤心寨主 就不忍心害你 跪着跟他忏悔 然后我知道他并不是 他以前是个爱护动物的人 他也会放生 他现在怎么会反对我 因为我让他改变 所以我就用他的名字 出很多钱去替他放生 然后替他硬放生的书 一点都不能恨他 老实说 今天有一个人住在美国 你在这边骂他 请问他知不知道 心里知道了 意思不知道 他就知道你在骂他 今天你住在法国 有个美国的朋友一直想你 你知不知道 听说耳朵会一样 人有感应的 所以超越时间空间 这个因果 一百年前 五百年前 恨你的人还在恨你 爱你的人还在爱你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随时刻刻要保持这个心态 对方爱你 你感谢他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办法跟你谈恋 像我这辈子来 我碰了多少个太太 天哪 我已经可以成立粉丝团了 我已经61岁了 还有很多粉丝了 老师傅说 谁叫你 过去娶那么多太太 所以我师傅也说 你们以前都是干过小皇帝的 太太好色鬼一大堆 一大堆 但是这也是杜众生的方法 但是我就有这个 我有这个烦恼 但是我在这一点 我自己知道了 自己要虔诚忏悔 发愿 也不断地回想 所以我每次我都 每次法会 大部分的法会 我都会自己筛钱干嘛 花的钱我来出 所以因为他没有共同乡 我想这个共花 这个共花 就回向给他 知道吧 回向给他 不欠感情债 因为不然的话 就算他们来 来听我讲佛法 听了老半天只在欣赏我 哪有在听啊 听不下去 就像我现在 我这样讲也不太好 我现在太太也经常来看我 又不是来听佛法 她还在等下辈子 继续完成 未完成的 这个叫女人 always 女人 所以各位就是一定要有空性 你有空性才可以超越这个爱恨的执着 所以佛刚刚讲得很好 在辈子思维中空性 你没有空性 就像一个会滥拙的连胶 什么东西一来就染在上面 知道吧 你就永远烦恼痛苦一大堆 如果你有空性 这些来了 掉了 因为它连不住 莲花一样 所以思维空性 那这些业障就不会找你 所以一个人 像我现在洗毛巾 我睡酒店 我都不能洗酒店的毛巾了 我一洗就会过敏 我一洗就会过敏 我们师父跟我说 你还没有真正正入空性 你不能洗 你洗前面的人的业都在你身上 我有天啊 所以我刚刚去餐厅 还跟他们要那个 餐厅那个纸比较厚 我拿来洗脸 可以洗六七次 干了再带走 干了再带走 因为那种纸巾 你们在餐厅用那个纸巾比较厚 它很容易干 然后因为我跑来跑去 一干了我就放在箱子 就坐飞机了 不然毛巾怎么办 又不能用当地的毛巾 因为没有空性 所以我今年11月要去美国 好好的打坐 我亲近一个老和尚 那我们大家都赞叹 还有空性 那我要正入空性 那一定要找那个已经有空性的 然后我才知道怎么去正入空性 虽然我们不断的慈悲 可以去做 但是因为没有空性呢 那你就跟着气数走 什么叫气数 就是你术室的夜报 风水啊 八字啊 你不能说风水八字 姓名笔画不准 那就是你的夜数 很准的 看你的姓名八字 很准的 但是你如果正入空性 这佛教很重要 无声法人 或是从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悟无声 那你正入空性 这些夜缘 它就染不上你 你知道 但它染不上你 魔就不会来障碍你 所以佛告诉我们 一定要经常思维空性 乃至安住空性 金刚经的最重要 来 应无所住 对 你空性就是 你不会执着一切 空性就是说 这个好美 但我不会执着他 叫空性 了解吗 这个女孩子好漂亮 这个男人好帅 但是你不会爱上他 这样 这个人骂我骂得好惨 但我不会恨他 这个叫空性 空性就是 你看待一切绝对平等 那如何达到空性呢 除了思维空性 就是不舍弃众生 我不能说 我只度这个 不度那个 我对谁都要平等 用平等来帮助 正入空性 所以各位呢 不要舍弃任何其他宗教 不要舍弃一个 路边一个贫穷人 你只要看到一个贫穷人 就算他是假的 反正他就是缺钱嘛 他总比做小偷好吧 你就给他一点钱 而且我很喜欢给纸钞 他眼睛就睁大一点 刚刚早上来十块 然后我就有机会 无名屠夫 他对和尚 他就种一个上梗 有些人给零钱 给他没关系 他就丢了 不太尊重 各位多准备一些耻操吧 他们很穷的 给一点 饭店一样 我们离开饭店 我都会给十块 二十块 那个行李员 哇 这个棉被可笑 折得很有力量 你要跟他 结缘嘛 因为住酒店 住三四天 他帮你天天整理棉被 这个一定做过你老婆 我不能还帮你折扁被干嘛 一定做过你老婆的 不然 怎么会碰到他 就像我们有一次去日本 我们两部车 然后这个司机呢 对我们 然后我就问旁边一位法师 司机是谁 师父 这个司机 就这一部车的人 过去他做过爸爸 爸爸就是每天带小朋友 去学校上课的那个 所以爸爸 对这一批小孩非常好 他现在还在照顾我们 他是爸爸 我就发动 小费给多一点 他真的从头到尾都很亲切 我已经知道了 原来每一部车的司机 特别大游览车 在我们十天 这次我们也 我们从很多国家 都在我们很久 这次我们来的车子 是从英国开过来的 因为他说这边没有巴士 不好租 而且我们人太多 对我们也很好 这些都是过去很深很深的缘 不然他不会做你的司机 所以我这样讲 还是叫我讲这个 不舍众生 有缘者 皆该度 无缘者 多回向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所以我很喜欢去跑鸿木 这些都是有缘的 我以前跑鸿木 比较有时间 我还会拿那个台湾的那个拨杯 在那边念那么久 这个人过去 有没有做过我亲戚 每一个都有 你只要站在那边念久一点 就跟你有 不然你站在那边干嘛 几千个鸿木 为什么你要站在那边 所以 我也做过美国的军人 我也在欧洲做过军人 所以我每次到军人鸿木 我就会有感应 那所以 所以我每次去军人鸿木 我就会 我就会这样 看一下来 解除军装 恢复百姓 同享功德 离苦升天 甕阿红 你要超度军人 军人没有解除军装 不能超度的 因为他还是个军人 他要遵守国家的法令 所以缅甸是佛教国家 今天 跟军人打仗 把对方给打死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把对方衣服脱掉 有些人说 你们像不道德 你把他打死了 没有 打死是没办法 但是要让他超度 把他军装脱掉 所以在台湾就有很多地方 到晚上都还在超兵 因为台湾有整年的日本兵 还在那边 一二一二一二 超度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除非他上面的人 给他化除 解除军装 恢复百姓 然后你念佛给他 他可以超度 不然他不能自由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各位 佛教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这些方法 我们还必须要学 但是如果要帮助对方 有福报 超度 念一下 南无地藏王菩萨 所以念地藏经 有二十八种利益 十种利益 所以地藏菩萨叫财宝菩萨 发财 要不要发财 要 女人要不要长得漂亮 地藏经 地藏经告诉你 读地藏经 你转男生 如果你要做女人 那叫女宝 向好庄严 地藏经 因为地藏菩萨以前 就是一个女孩子 光木女 婆罗门女 而且地藏王菩萨 所以这里面 读地藏经的人 向好庄严 所以我们做地藏菩萨 一定要做得很庄严很庄严 特别这一尊 各位 我们收集的这一尊 这一尊地藏菩萨底下 有很多鬼 他发光 在幽明道 度这些鬼道 地狱道 在帮助他 所以 你读地藏经的时候 你要想 你就变成这一尊 在对这些 六道苦的众生 无名 无名就是 把这个日光灯再亮 都是黑暗的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佛法的智慧 地藏王菩萨代表光明 所以他手上那个珠 叫如意宝珠 发光了 随时的满众生愿 他手上的席杖 干什么用呢 就是